前面幾年很辛苦 也沒有辦法接受自己癱瘓 一炒車禍就把我人生毀了 我復健很久 我知道我不會好 但是我沒有放棄 一斤老師坐在輪椅上 用特製的袋子 把臂綁在手腕上 以急慢的速度 刻畫出美麗的畫作 我車禍23歲車禍 現在已經快30年了 那其實這些年 我尤其是前面幾年很辛苦 因為你沒有辦法接受自己癱瘓 都不會 什麼都不會 我以前 我在當一家機械公司 當物料採購 禮拜天朋友上 下午我要騎機車出去 我是被載著一個女同事 被她載 那個先生他喝酒 又先炒車 還一次撞到了兩部機車 另外一部機車我不認識 就這樣子 就變成這樣 一草車禍就把我再生毀了 脊髓損傷幾乎一旦受傷 要復原的機率等於 也不是說零 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說一旦受傷就造成 下半輩子都是要做容易度過 所以說難免心裡會自卑 頹廢 我尤其是前面幾年很辛苦 因為你沒有辦法接受自己癱瘓 都不會 什麼都不會 然後在醫院兩年的復健 在醫院你不會覺得不一樣 因為你在醫院做復健的時候 很多重症的病人 所以我覺得好像還有希望 但是兩年後你回到家的時候 當你只有家人是很溫暖 可是你長時間下來 你發現你時間一天一天的過 但是你發現你並沒有好起來 其實你會在有一段時間你會覺得 人生沒有希望你會有點絕望 然後再崩潰的邊緣 那其實這樣慢慢的 因為家裡給我很多很好的照顧 那哥哥姊姊 因為我最小 大家都很疼我 因為很溫暖 其實可能大概就是這樣 慢慢的也就過來 好 那我復健很久 我知道我不會好 但是我沒有放棄 我是抱著這個心態 我到現在還在做 我一站就一個半小時 在那裡面避世過 五花大綁綁在那邊 我每天到現在都還站一個半小時 我都覺得 你能夠起來 一個人能夠 我想很多人沒有辦法體會到 躺在 癱瘓的人躺在那邊那種 你沒辦法出力 永遠躺在那裡 當我可以站起來 用可能要必須很多的輔助工具 讓我能夠去出力 去動的時候 那是幸福的 然後當我坐下來那一剎那 我覺得 我好累喔 坐下來那一剎那 哇 好舒服 這是沒有人體會到的 因為一個癱瘓者 他永遠躺在那裡 其實他還是有很多的能量 會覺得 哇 我可以動一動多好 那復健是我唯一能夠動的方式 不然我永遠只是坐在這裡 大概在四年半前 一位一人脊髓損傷者協會的志工 然後他非常熱心 他就問我說 要量我這個人的寬度 然後 就是又慢慢要符合我 我的手高度這些 他不是木工師傅 他在上班 然後他就假日或者是下班的時候 就來了好幾套 我就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就開始畫畫 但是我覺得我大概不會畫 畫了才知道原來我可以 我就慢慢的開始畫 從那時候開始 四年半前 我知道我畫出第一筆畫的時候 我覺得 我好不容易 我能夠畫畫 我全身上下 真的什麼都不會了 我還有兩分功能的左手 我都稱我這是兩分功能的左手 所以我就覺得 我沒有放棄 其實剛開始畫的時候好累 因為你的手是笨的 你的手是不夠精緻 因為我的手指頭完全不會動 只有這個手腕 所以畫出來的東西 是可能你要圓形 有角度的時候 我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我也覺得我好像有毅力 我就認真一次又一次的 慢慢的 心裡我覺得我現在手柔軟多了 應該是說畫畫的時候 我的心情是平靜 那我會一面聽音樂一面畫畫 然後畫畫著畫著我的思維 不知道我到哪裡了 然後我跟著唱歌 然後覺得 很多的那些 不知道一面畫畫 一面唱歌 覺得那個時間 很快 而且那個時間好美 敵金老師在急水損傷者邪惠的介紹下 到宜蘭地檢署去分享他被酒駕著裝傷之後的心路歷程 希望以他自己的經驗 來勸說那些酒駕和吸毒者可以改過相散 重新做一个更好的人 并且开启新的人生 我什么都不会 我真的什么都不会 我现在连最基本的晚上睡觉 翻身 我也没办法 我要完全仰赖 以前是妈妈 但是她已经老了 我现在必须仰赖看护 然后我就想说 我只有嘴巴 我穿这支嘴 我只有嘴巴 所以就尽量 我觉得我可以 我好不容易找到我可以做的事 所以我要把握机会 我们希望让他们知道脊髓损伤 什么是脊髓损伤 脊髓损伤它到底有多严重 这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那边 应该是我们先生说法 我觉得生命会影响生命 我希望因为我的例子 去那边给他们是一个借鉴 我一生其实 我曾经也会怨 只是你怨也没有用 我23岁就这样 我有很多的梦想 我没办法去完成 那其实后来她影响的不是我一个人 我的家 我的父母亲 妈妈到现在其实最挂念的是 我这个女儿怎么办 爸爸走后 她跟兄弟姐妹交代的 也是这个妹妹 你们要照顾好 那种影响一个家庭 那种长期照顾的精神压力 精神压力 我们让她们知道 我们希望她们一上课 让她们知道 那这样我真的是不是自己要有所醒悟 不应该在那个边缘喝酒 后不能够开车 刚开始画画的时候 我画出第一朵花 第二朵花 第三朵花 我突然觉得说 哇 我好像浪费太多时间了 我为什么觉得太慢了 觉得自己太晚了 可是我旁边的志工或者是老师朋友都跟我讲说 你不要觉得晚画就对了 但是当我回过头来看的时候 真的是画就对了 而且有志者是进程 我发现我这一朵玫瑰花 从一朵像喇叭花的玫瑰花到现在 开得很灿烂 我自己也有成就感 觉得其实不要嫌晚 只要你做 要开始 我开始就 然后那个 要有一致力 可是中间有些东西 画不下去了 我就先走开 我觉得冷静很重要 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然后慢慢的去想 然后怎么去突破 经过这次的拍摄 我们学到了很多事情 不管是已经老师努力不放弃的精神 又或者是在知道无法康复的情况下 家人之间互相支持的爱 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那就是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不要轻言放弃 家人永远都会在背后给予我们支持 让我们在爱的包围中 继续前进 台湾达恩秀 推荐这个优质的创作者 你有发现其他更去报功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达恩秀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